把網站變成APP就非常簡單 第一個 中文名稱 所以我故意把這個名稱 先改成那個 李白好了 假設他名稱是李白 你如果說丟一個名稱在這邊 他的檔案名稱 等一下 是不是有改過 我把它改回來 假設說你這個名稱 是中文的名稱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把它改成 你自己再取一個英文名稱 記得把那個圖Delete掉 重新再拖拉一下 一般好像是圖檔名稱 因為之前同學比較多的是圖檔名稱都是中文的 所以記得 你把那個圖檔名稱改 改的方法就是直接 按右鍵 這邊好像有一個什麼 重新命名 有沒有一個重新命名 編輯 在這裡 或者按F2 把它重新命名 或者我記得點他兩下也可以 不是點兩下好像是開起來 按右鍵 你可以編輯裡面有一個 重新命名 點兩下是開Photoshop OK 那這邊的話可以把它重新命名之後 把它改成那個 就是 英文的名稱 OK 第一點 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2點的話 這個index 這個名稱特別注意 對啊 他那個phonecap 還有限制 記得 名稱一定要叫什麼 index.html 我前面講這個 不過後來我發現我剛剛上傳 他跟我講說 一定要加個l html 所以呢 記得你的檔名 如果不叫index.html l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把這個名稱做變更 按右鍵 編輯裡面的 這個重新命名 記得把這個副檔名 本來這樣對不對 加個l 特別注意是l 不是e 之前有這樣htm 1 就不對了 l OK 特別注意 不要做錯 因為這個都是細節 只要你的細節 都做對了 保證你轉換過程是 一帆風順 但是如果你只要差一個地方做錯 一定就會跳出錯誤 OK 那每一種可能性我都試過了 因為每一種可能性 同學都試 也告訴我 那我也當然 剛開始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發現原來你一定有一個地方 做的跟我不一樣 你 同學說 一直會說 老師我做的動作都跟你一樣 為什麼還是錯 那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不用特別去辯論 你如果會失敗 那就是一定是你跟我不一樣 我不需要再跟你 你只要照我的方法 OK 我想理論上應該沒有問題的 最後記得把它存檔 存完檔之後的話 那表示你已經準備好 把網站 這個有個index 所以把它取消掉 就把它關掉 不要存檔 你把它重新命名 這個好像沒存到檔 再一次 把這個logo再拖拉一下 確認一下 然後你也確認說 這個再把它save save我習慣 Ctrl加S就存檔 Ctrl加S就存檔 然後你再即時 看一下這個 OK 如果OK的話 那我們就 接下來就是 怎麼樣 轉換到那個 就是把它變App 記得 比較可能 出錯的 第一 就是你的 這個index.html 第二個 看一下你的那個image裡面 有沒有中文名稱 第三個網站名稱 也不要是有中文的 大概就是這三個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就下 下一個步驟 那接下來把它關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好 那再來的話 就在低疊底下 請你做一件事 把這個網站呢 壓縮成一個 VIP檔 按右鍵 save VIP 這邊有個加入 有沒有 直接選這個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用save VIP的話 但如果你是RAR WIN RAR也是類似的方法 把它轉成 點VIP 就是一個網站 或者一個資料夾 變成一個點VIP 然後呢 把它直接點擊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點擊它 它就自動幫我生成一個這個檔案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就準備好我的檔案 再來呢 我就到那個phonegap的網站上面 並且 我已經 註冊好我的那個相關的帳號 跟密碼 所以我就把它登錄 那網址的話呢 記得就是build 點phonegap 這個我剛剛少打一個 phonegap.com OK 進到裡面的話 那接下來記得 先註冊啦 如果你沒有那個Adobe ID 我記得好像蠻簡單的 你只要輸入那個你的一個 Email信箱 它會驗證一下 那你就可以 進到裡面來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是先做登錄 不過我先把這個 這個我剛轉換的先把它刪掉 當然它免費只能夠做 一次喔 所以如果你要做第二次的話習慣上都會先把舊的刪掉一下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那 第一個呢 在你的那個右上方會個篩印 所以你記得把它登錄一下 那我用我的Email帳號 登錄進來 當然這邊有個登出 篩印是登錄 篩奧是登出 那我現在已經是登錄狀態了 接下來的話呢 第二個步驟做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一個 就是 YouApp 這邊的話呢 這邊有個 這個 就是 有一個 按鈕是 Upload 有沒有 ZIP的file 所以你這邊的話 意思就是 你要先怎麼樣 選取這個按鈕 點選這個按鈕 再來呢 找到什麼呢 找到你的 DD DD裡面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準備好的一個 ZIP的一個檔案 102的 VIP 然後再來就把它開啟就可以了 開啟之後呢 理論上他就會自動幫你上傳 並且自動怎麼樣 幫你 他會出現一個什麼 YouApp的名稱 那名稱這個地方打中文沒關係 那我因為這邊我們是102App 所以就直接打App 當然你打中文也OK 我記得好像那個 什麼 考生服務網 其實打中文也OK 這個只是說你的App名稱 底下這邊有一個 Discretion 就是你要不要 做一些這個App的敘述 如果不需要就略過沒關係 那我這邊打 好像這個地方可以用 用中文 沒有問題 考生服務 假設這樣好了 然後呢 接下來呢 輸入完之後呢 做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什麼 Ready 有沒有 To Bill 意思就是什麼 你要不要 開始幫你的網站 變成一個App 好 那實際上很簡單 你就把它按下去 如果說你裡面呢 的所有規則都是正確的 包含就是說你的 index.html 沒有中文 然後 App的名稱也沒有中文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你的那個 這個是什麼呢 小綠人 不是他是藍色 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這個機器人 有沒有 這個是 那個 Android 就是 機器人嘛 那個 等於是Google的系統 那這個是微軟的系統 他目前 原來支援還有什麼 什麼黑莓機等等 不過後來好像就拿掉了 他現在只支援 目前最主流的三種 第一種是Google的手機 微軟的手機 那iOS就是iPhone跟iPad 不過目前你會發現 iPhone跟iPad 它是紅色的 意思是怎麼樣 他沒有辦法做 我剛剛講過啦 因為 iPhone跟iPad 蠻麻煩的 因為他還有授權的問題 OK 所以 基本上我目前是以這個 Google手機為主 當然如果 應該沒有人用微軟的手機吧 我現在沒有 沒有預購 有人 不過之前我聽過 有一個媽媽 她到 倡坤去 她說我要買智慧 智慧手機 請你推薦我 後來她拿回來 是一支微軟的智慧手機 那 原來是什麼 倡坤居然推薦 他用微軟的 微軟現在就沒有人用啊 這個地方的話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 把 這一個做完的這個App 把它裝在我的手機裡面 那我應該 怎麼做 這個 OK 那 安裝的方法非常簡單 各位有沒有看到 如果說 你安裝過程都沒有錯的話 理論上這個 小綠人 應該會是藍色的 這個機器人應該藍色 如果說你 安裝過程有錯誤的話 比如說你檔名 裡面有中文 他會是紅色的 因為我剛剛就試了一下 我把那個 檔名變 中文的 傳上去 馬上變紅色的 他就不會是這個顏色的 後來我把它改成英文的 OK了沒有問題 那如果我做完了 那你會想說老師那我的App現在在哪裡 請各位注意一下這邊是不是有個QR Code 這個時候 請你怎麼樣 拿起你的手機 開啟你的QR Code的掃描功能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把它掃一下 他會出現有一個叫什麼呢 就是 他會讓你去下載 那也就是他已經幫你把這個App 做好了 並且會產生一個連結 那你就把這個連結 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呢 執行安裝 但是特別注意 他下載下來的 會是一個APK的檔案 其實你點這邊也可以 點這邊的話是 直接下載那個APK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APK 如果你要安裝的話 他不是從Play商店安裝 所以你的手機 有個地方設定要稍微改一下 你要確認一下什麼 就是在那個你手機裡面的控制台 或者設定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叫應用程式啦 或者安全性 他有的不一定手機放不一樣 有一個選項叫做 未知來源 叫什麼未知來源的選項吧 那個部分的話你要打勾喔 意思就是說我不是從 那個Play商店裡面安裝的 我像我的手機是在那個應用 應用管理吧 應該是什麼應用程式安全性裡面 每一支手機呢 不太一樣喔 有一個像未知來源 未知來源的 選項 那個部分記得要先把它打勾喔 不然的話你下載還是沒辦法安裝 那你理論上的裝完畢之後的話 在我們手機裡面喔 就可以看到了 剛剛 安裝完的 就會是 剛剛在 我們類似像在 那個電腦裡面看到像這樣的畫面 他就會在手機裡面出現 而且可不可以點選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還蠻順暢的 我看 這個 整個就很順喔 就點下去 還蠻快的 就等同是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東西這個畫面呢 就在你的手機裡面會看到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 App的設計 OK 應該沒有問題啦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你們 上個禮拜有做兩個嘛 一個102App 那一個是變化題 那再來就是說 你們就是要繳交 那個APK有沒有 我們剛剛不是有 我把它下載那個APK 點那個小綠人一下 那就APK喔 那將來你要 把那個給 我就會把它裝在我手機 測試一下 OK 那 可是你想說老師 可是他免費只有一個啊 那可是我有兩個怎麼辦 也沒關係 我講過 你可以把那個網站當成是轉換的一個 服務的機制 但是變成說你轉了一個之後 你要把舊的刪掉 再轉下一個就可以了 那至於要怎麼樣把 舊的刪掉 然後換下一個 這個 待會我們要 待會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把那個 102App的部分 先試著做做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網站 以這樣的服務來看 其實已經非常的簡單 而且完全免費 那要做一個App 其實已經是相當的簡單了 所以未來 你們如果說要做一個App 放在你的履歷表上面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有個亮點一點的 就是直接怎麼樣 乾脆把履歷表變成一個App 手機App 我想 應該很多那個 老闆應該會眼睛一亮 這App 你請 請工程師幫你做的嗎 沒有 這我自己做的 感覺是完全 跟其他大學生比起來 應該已經 領先了5到10年了 OK 我看 恐怕還不是5到10年的問題了 所以基本上呢 可以利用 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做一個 我剛剛 就做出App出來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說 如何把舊的刪掉換下一個 也就是說你們將來會產生好幾個那個App 反正以後的話你要做App 其實是相當簡單的事情